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鄭老師同學會 那今天台股台子的結算 我想早上會跟我的會員講 也跟light at的朋友講 今天就結算 結算就會震盪 衝高然後又殺低 殺低之後尾盤拉高 竟然尾盤最後5分鐘打了44點 48點下來 那起握結算就會這樣 那但是來說 今天比較好的一點是 早盤本來大家預估量可能1700億左右 沒人敢玩 為什麼現在沒人敢玩 因為FED的會議 本來之前大家預估兩碼 可能現在昨天有一個什麼FED Watch 一個美國的一個調查的一個研究的機構 他說FED的可能 今天晚上會升息三碼 會升息三碼 OK啦 不管說升息兩碼或三碼 反正對不對 講難聽一點 一碼也才多少 0.25而已 不多啦 只是說市場信心是脆弱的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其實最近市場信心 很多股票 譬如說今天4906正文 一早衝高 你去追了 倒大煤了 因為去追了就倒大煤 甚至前幾天對不對 很多人都在講梗鼎 講梗鼎 創高之後就殺下來 那所以 為什麼我常講說真的 短線啊 你要做短線 你真的手腳要快 盡量不要去追高的股票 盡量不要去追高的股票 就像說昨天大家都在講雙紅 今天雙紅打下來 怎麼辦 但是基本面它沒有改變啦 只會昨天的量大一點 今天的量又大一點 那就是洗來洗去 你說這個盤好做嗎 其實最近這幾天不好做 這幾天大盤這樣子殺對不對 短短的一個三四天 又從16700點 跌到16000點 又跌了700點 那你看美國股市更可怕了 美國股市真的可怕了 破底的 老實這個破底對不對 可怕啦 你一般人你看到都會害怕嘛 然後費辦也破底 Next Day也破底 對不對 Dow Jones也破底 哇 端端幾天大跌 重挫 但是你要想 基本上他們已經是 從今年以來修正那麼多了 今天你看到很多的新聞是不是 巴菲特也中獎 巴菲特也輸錢 什麼大家都輸錢 比特幣也跌翻了 很多有錢人也輸錢 大家看起來真好 大家都輸錢真好 但是你要想 其實這也是機會啦 你說巴菲特 為什麼能夠讓人家 稱他為股神 為什麼 他就是以長線來看 他就是一個大贏家嘛 他都是買價值型的嘛 他不會去買高成長的 他不會去買什麼比特幣 他也不會去買什麼Tesla 你叫他買蘋果 他已經是 之前他已經非常抗拒了 後來他覺得要買對了 對不對 他都是找那種配線很高的 配線會產生很多現金的公司 甚至很多都是日常的一個必需品 譬如說可口可樂 什麼吉利刮鬍刀等等的 石油類股 銀行類股等等 但是你看他 雖然說短暫的碰到股災 碰到股災下跌 也會輸錢啊 對不對 也會中槍啊 但是你長線看他 真的賺翻了 對不對 他不是說是開工廠的 也不是開公司的 他是靠投資起來的 能夠靠做股票投資 然後成為全世界 前幾名的有錢人 這真的是不簡單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說其實我們還是要 找對的標的 做一個投資 你不要管大盤的漲漲跌跌 就像說市場大家其實現在也 大部分都在預期啦 今天晚上美國不管升2碼或升3碼 確定了 理論上就是短線的利空出境 短線利空出境 你說美國股市會不會漲 會不會彈 我認為這個機會很高 因為畢竟你看到今天 大陸股市又在漲了 對不對 你看到其實今天亞洲股市都不好 但是大陸股市還是強 對不對 大陸股市還是強 甚至京東方還大漲 你看到尾盤的時候竟然是拉尤達 拉全創 所以這邊來說基本上 我認為行情沒有這麼差 真的跌下來真的是你的機會 真的是你的機會 你要把握 就像說你說好第三代半大體漲漲 今天拉回 這兩天拉回 對不對 但是你說啦 以整個一個卷之筆來看 以整個一個卷之筆來看 是不是 還是對多方有利 還是對多方有利 慢慢地咬慢慢咬 這兩天被空方這樣子反壓了回去 但是你看到卷之筆 還是對多方有利 昨天龍券減了104張 終於有人受不了了 想要趁押回趕快回補 是不是 但是你看總體的卷之筆 它還是有利多方 甚至投信還沒放手 投信最近也進來嘎了 要來嘎一下 如果再過去了 對不對 那你放空的就倒楣了 當然我們不是操作漢壘 因為我覺得漢壘本益比太高 那我推薦會員的是台亞 是不是 台亞比漢壘更便宜 本益比更低 技術能力絕對是更強的 絕對是更強的 那當然這次正好趁它美股下跌 它有拉回 我覺得是你的機會 我覺得是你的機會 當然如果新會員沒有的 我還會再加碼 舊會員我還會再加碼 因為畢竟你說 對不對 你台亞來看 股價才四十幾塊 它今年會配多少你知道嗎 今年會配多少 它今年好像配快兩塊錢 你看到對不對 好像快配兩塊錢 應該是要配 去年賺兩塊錢 那今年應該要配快兩塊錢 這邊是沒寫的 還是沒寫的 但是呢 它是應該要配快兩塊錢 殖利率大概四五趴 你看它的五月營收 出來了喔 甚至它有轉投資一家 這家今天漲停 新保國際今天漲停 這家是做什麼 這家以前是叫胖達人 如果我講胖達人 可能你年紀大一點 應該有聽過啦 胖達人之前有漲過這一段 有沒有 從二十六塊漲到兩百一十二塊 從二十六塊漲到兩百一十六塊 那時候做什麼的 就是胖達人借殼上市 小S他們 有沒有 小S公公他們 胖達人借殼上市 那時候很兇喔 二十六塊漲到兩百多塊 那時候我有帶會員做過這一波啦 有做過這一波啦 有做過這一波 他說也是很好玩啦 小玩一下 但是後來呢 對不對 因為胖達人出事嘛 因為他的一個香料 他的香料不是天然的 被人家踢爆 所以股價大跌 股價大跌 那經過這麼多年的沉淺 現在6130變什麼了 變成一個植物 植物照明燈的公司 你看他被入股了 被入股了 有沒有 臺亞才趕車賞賣進 新寶投資引資臺亞 改藥用植物的照明 他變成一個藥用植物 有沒有 新寶呢 改變成一個藥用植物的公司 很有趣啦 很有趣啦 對不對 所以你說股票好不好玩 其實一檔死了那麼多年的公司 對不對 從200塊跌到多少 跌到20幾塊耶 跌到20幾塊 200塊跌到20幾塊耶 有沒有 結果呢 今年你看 從去年開始 竟然這樣子默默的 18塊漲到55塊 漲了好多倍喔 然後最近呢 台亞又來做個私募 也來做個轉動 改成做藥用照明 蠻有趣的 那我不是說 像這種比較特殊啦 成這樣比較小啦 我也是不會帶會員進去的 我只是告訴你 你說二、三、四年的台亞 真的他已經大轉變了 那他也朝多角化的金銀 那當然最重要的啦 日雅化進去 日雅化的技術 是做第三代半導體的 就像說台亞第 今天再創高 今天再創高 早盤再開高再創高 但是我也 就放著啦 我也不想公布啦 我也不想公布 因為畢竟那家公司 也是非常的好 他應該跟這些有關 我只能這樣講 你看這家公司 我們去年做過 大盤跌2000多點 他還是很強啊 對不對 還是不錯啊 所以你說半導體不好 但是你要選對股票 同樣封測 對不對 去年有人在這邊追高 2369的鈴升 那現在呢 32塊 現在跌到多少 現在跌到19塊 就不追蹤了 很多老師都這樣啊 對不對 買在歷史高點 買在很高的地方 他跌下來不追蹤了 那時候我說我鈴升 對不對 我們賺完我們就走了 但是呢 後來呢 我是選8070 長華嘛 你看長華還是強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說 真的你還是要懂一點產業 找比較低檔的公司 那不是說等到他股價大爆發了 才跟一個人看著報紙去追 這樣子是不對的 這樣子是不對的 那就要說 你說小大立光 這幾天也跌啊 說真的這幾天也跌啊 但是我覺得他是機會啊 他是機會啊 你看大立光 其實已經痞疾太來了啦 已經痞疾太來了嘛 對不對 這邊這個底也是守得非常的漂亮 當然大盤不好他也是回撤 OK嘛 你有錢你想買大立光 我是不反對啦 但是我覺得小大立光比較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股價便宜嘛 不到50塊 那再來呢 他又有做車用的 也有做車用的 股價也是大幅修正 從去年高點到現在也是大幅修正 那真的都是你的機會 所以這邊當然你說你害怕 你觀望很正常 對不對 為什麼這時候大家都會比較觀望 因為美國到底要升幾馬 老師兩馬還是三馬 我也不知道啊 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廢的那些人要怎麼搞 我怎麼知道 但是我知道說 你說高階半導體還是會好 對不對 台積電還是好 那車 電動汽車它還是高成長 它沒有改變 要不然你看 為什麼最近大陸股是BRD 這些漲那麼兇 你看陸股為什麼漲那麼兇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趨勢 而且是可以持續的 至少好幾年 但是我們做股票不能想 不能想那麼天真嘛 對不對 我們是要買在一個剛爆發的點 我們買在低檔 說實在 如果真的賺一年賺個一倍 或者兩倍三倍 也真的運氣不錯的話 這樣就夠了 是不是這樣講 對不對 很多股票其實有時候 到最後噴出的時候 會漲到你不敢相信 就像過去 我帶會員買新糖 真的啊 我買在這裡 我買在這裡 不會動啊 老師 四十幾塊的新糖 你為什麼買這檔股票 有會員這樣問我 我說股價便宜 對不對 MCU我覺得它有機會 他說買四十幾塊 有人會問我 老師不會動 誰知道 對不對 今年漲到 對不對 兩百多塊 漲到兩百多塊 這就是趨勢啊 電動車的趨勢 是不是 那時候蓬城也是一樣 我講得很白啊 對不對 有人來我的演講會 那時候109年 來我的演講會 他說股票都賺不到錢 他也沒什麼錢 我說好啦 你就買蓬城 那時候八九十塊 我說你就買著不要賣 對不對 去年快漲到三百塊 快漲到三百塊 有沒有 快漲到三百塊 我說這不是我厲害 我是知道這家公司都不錯 做的東西不錯 你又真的趨勢爆發起來了 八十幾塊漲到快三百塊 也厲害啊 對不對 就算大盤跌了三千點 控告股宅現在也有160 你還是有一倍 像去年我在會員買的中砂也是一樣 是被小阻力亂搞 在那邊亂搞 亂搞 就是那邊洗得太久 真的很氣 在那邊洗得很久 對不對 我們小賺出文 有人是有留 放到一百塊 你看今年轉到一百七 轉到一百七 轉到一百七 動不了 真的很可怕 我怎麼知道 到後來每個都 氣笑都要去買中砂 所以我常講 那股價低檔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洗 但是你只要知道它未來會很好 你只要知道它未來會很好 你在股價低檔的時候 你不要害怕 它在洗你不要害怕 我就像最近這個盤 不可能嘛 你很多股票一定都跌嘛 對不對 美國股市就封成這樣 一定都跌嘛 但是你真的 你要去買很有爆發力的 還在低檔的 還漲上去 你一定會成為最大的贏家 你絕對會成為最大的贏家了 就像說我在我的重點操作個股 提到一檔 我去立凱 這家公司也是賊賊的 但是你要想 你說電動車的電池 大家都知道三元電池 三元電池比較貴 然後呢 也容易爆炸燃燒 那磷酸離鐵電池 雖然說效率沒那麼高 但是比較便宜 甚至還要用到儲能的系統 那立凱已經沉淺了十幾年了 已經沉淺了十幾年了 但是他所有的 他擁有很多很多的專利 他擁有很多很多的專利 那他現在要做什麼 把這專利做什麼 授權出去 授權出去 那授權出去 他會不會變成像IC設計股 有機會 他不用擴產 不用花錢擴產 我不要那麼辛苦 你看到去年的營收年成長 都是好幾倍 有沒有 因為你看到明德時代也好 大部分現在大家用的 大部分 這個磷酸離鐵 磷酸離鐵電池 已經佔一半 已經佔一半 你看Tesla也都用磷酸離鐵電池 對不對 那這個絕對是趨勢 甚至除能 快到夏天了 你今天看到磷酸離發電 有點要動的跡象 但是還不夠強 對不對 還不夠強 有點要動的跡象 但是還不夠強 但是你說到了夏天 萬一缺電的時候 缺電的時候 這個就動了啦 這些就動起來 但是你要想除能的系統 就像有人在講 最近有人在講8028生洋半 我想我去年講過了 40幾塊就講過了 去年講應該是在這邊 40幾塊 40幾塊講 你看最近也是滿強的 生洋電除了晶圓薄化 除了再生晶圓以外 它還有轉投資生洋電池 它還有轉投資生洋電池 那當然最近就是因為中砂也跟得起來了 那就算了對不對 但是你說這家公司呢 我覺得它的爆發力會很可怕 因為它如果說變成 磷酸離鐵的IC設計公司 它如果變成磷酸離鐵的IC設計公司 IC設計那種爆發力都很強 本益比都很高的 想像空間就大 對不對 你說像這股王 去年也漲到5000多塊 聯發科也是對不對 漲到1000多塊 是不是 創意 你看這一波 有沒有 有沒有 也兇啊 300多長到500多 快600 所以 有時候股票市場是這樣 你要去看這個產業 然後去了解這家公司之後 對不對 那當然 這趨勢沒有改變 甚至未來成長性大的情況之下 你要懂得進去 但是有些公司過去太好了 就像今天早上的東升連線 在問ABF 其實說真的啦 我是不好意思說它不好 因為他們過去太... 我想我去年就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說這已經好了好幾年了 對不對 這已經好了好幾年 你看到 我就一直欠各位要避開 你看最近真的很弱 你看他營收 老師營收有成長啊 為什麼會這樣 股價為什麼會這麼弱 對不對 你不是說營收有成長也有賺錢 為什麼股價這麼弱 第一個手機需求是在下滑 第二個 到未來hybrid bonding 就是混合型的封裝 對不對 我常講 你台積電除了做什麼 3奈米 2奈米 1奈米 對不對 大家要做高階的製程以外 你還要有高階的封裝 所以為什麼我會選創意 對不對 會選精材 甚至我會告訴你 像這個益子整合的 對不對 未來3D堆疊的APP 都有機會 但是你要叫我 對不對 去買景碩 去買星星 去買南電 我不會在這邊買 我真的不會在這邊買 你看都破下來 你看今天的星星也是一樣 有沒有 一根黑可以搭下來 快打到跌停 這個你看線圖也是很可怕 所以為什麼我說 真的啦 你說有些股票像什麼 智元漲過一波了 連發科你上來 真的你還是要小心 這些過去很好的 但是它會有雜音開始出現 那它的一些產品會受到影響 真的你上來都是要換 我只能這樣 還是這樣子勸你 沒有改變 你真的該換的還是要換 你看真的這很可憐 那跌的很可憐 對不對 很多股票都有談 但是為什麼你看到 都是這樣跌 像這個不好嗎 銀售也成長 這個不是外資看什麼 800 不是看到800嗎 就跌成這樣 600塊跌到300塊 真的很慘 對不對 真的很慘 今天這個也補跌了 也補跌了 所以真的 有些股票要避開 我還是告訴你 這個盤不是那麼好做 今年跟去年不一樣 不是那麼好做 有些股票你真的要避開 你反彈上來 你真的要避開 你要懂產業 不能只看報紙 不能只看什麼MACD 什麼KD 那些有些都是 真的就是落後指標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些真的有些都是落後指標 等到大跌了一大段 指標才翻空 你怎麼辦 我想我節目告訴你的 都是未來會好的產業 而且都是在股價低檔 我節目提醒你的 都是已經好到大家都在講 已經不行了 就算短線再有肉 你也要避開 你免得受傷 對不對 我想去年講了很多 都一樣 是不是 這邊就告訴你要跑 對不對 你看跌成這樣 是不是 這邊都叫你不要玩了 不要玩了 跌成這樣 這些都叫你不要玩了 不要玩了 對不對 那是什麼 還有什麼 很多啦 那什麼 2351 2353 紅機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叫你不要買 不要買 你看最近也是不好 真的啦 這個趨勢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這個產業成長 其實受限的時候 是不是 你真的該避開 就要避開 你說 對不對 為什麼我那時候 林院叫你買紅海 也不要買紅機 紅海 你說買100塊的紅海 不會吃虧嘛 對不對 這一波紅海也比較強 好不好 那這邊 你一定要做好的持股的診斷 跟準備 那也歡迎你 台雅第二 小大力光 跟著我們一起來布局 特別的優惠 188的方案 那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歡迎來電 五個名額 免費的一個持股的診斷 不要用大家的問我 五個名額免費的持股診斷 好好的把握 也歡迎你 利用188的專案 祝各位超順利 賺到錢 明天再會 拜拜 自負投資風險